季永莲短池世界杯系列赛北京战的比赛今天开赛 孙杨在男子400米次游泳的比赛中游出了3分37秒10的成绩轻松夺冠 他最大的竞争对手该项目的赛会记录保持者德国人彼得尔曼只获得第四名 短池顾名思义就是游泳池的距离短 标准池长度为50米短池25米是他的一半 可转身次数却是两位 转身多对于那些主攻长距离的游泳选手来说就有一些不太习惯了 然后因为小时转身都特别多比较晕反正数不清楚反正就是有点晕哦 孙杨一出场立马引来闪光灯武术 这回孙杨只爆了400米自由泳一项比赛 和他一起竞争这枚金牌的还有德国人彼得尔曼 他是200米和400米自由泳标准池世界纪录保持者 今天两个人一个在第四涌道一个在第二涌道出发 前50米孙杨就已经确立领先 而彼得尔曼并没有出现在左上角前三名的计时版中 孙杨越游越快每次都是他第一个完成转身 3分37秒10孙杨第一个触地轻松获得冠军 南端选手布朗落后2秒16获得亚军 该向赛毁记录的保持者彼得尔曼排名第四 我也累 小时 因为我相对来说转身差一些 然后加上前面刚连续比完两场比赛 都是200、400、150人多 还是有一点疲惫感 然后如果转身少一点可能会说 一转身我就累 接下来